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春,济南的冬天,这两篇我们刚刚学过的是教读课文,而语的四季是自读课文。 教材安排自读课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以致用,能把教读课文中学到的知识在自读课文中加以应用。 所以,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完成自读,也为了大家能更好地完成我与我生宋四季的单元主题活动。 在课前预习中,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任务有一个就是梳理、总结你在春和济南冬天中学到的朗读策略和方法。 这里,老师把大家的总结整合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朗读策略和方法 能够表现景物特点的词语要中读 所陈述的对象后要停顿 节奏和语气要能表现作者的情感 概括景物特点 把握感情基调 区分不同语段间细微的情感变化 揣摩修词 想象画面 理解其中蕴含的作者情感 品味、原风格 读出独特味道 这里,把读出独特味道加红 是因为这些总结中只有这个是老师加的 其他的都是同学们的总结 总结得特别好 今天就请大家用总结的这些方法来完成语的四季这篇自读文章的学习任务吧 先来看学习任务一 请梳理文章的行文思路 并用关键词的方式分别概括四季之语的特点 要求 行文思路用结构图或表格的方式来呈现 每个季节的语的特点概括不少于两个词 二、依据对文章内容的梳理 所以说这篇文章整体的感情基调是什么 朗读时注意区分不同部分的感情的细微变化 然后用你动听的声音 饱满的感情 读一读吧 这两个任务大家完成的怎么样呢 这里老师给大家出示一些事例供大家参考 先来看行文思路 文章的第一段开篇名义 我喜欢语 表达了作者对语的喜爱之情 并点明了语是美丽的总体特征 接着第二到五次然段 分别从春、夏、秋、冬写了四季的语 并加以描绘 最后六七两段作者直书兄义 表达了对语的赞美和渴望之情 应该说文章总分总的行文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相信大家都能梳理出来 那么你是如何概括这四季之语的特点的呢 看一看你的概括跟老师的哪些相同、哪些不同 这里呢 每个季节老师给了三个词 清新、润泽、甜美 夏雨、热烈、粗广、芬放 秋雨、沉静、端庄、深情 冬雨、自然、平静、纯洁 如果你说 老师 我概括的用词跟你不同 怎么办 没关系 这四季之语的特点的用词 并不局限于老师所给的这些词语 只要你的概括是从文中来 一丝相近即可 那梳理了文章的行文思路 整体了把文内容之后呢 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 文章的整体的感情基调是高昂的、明朗的 但是细心的同学也一定会感觉到 春雨清新、夏雨热烈、秋雨沉静端庄、冬雨自然、平静 所以朗读每段时的感情处理会有细微的不同 如果再细品的话 我们看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更多的是作者直接表达对雨的喜爱之情 所以这里边我们的情感应该是更加直率和热情 而中间这四季的雨则要读出更多的是亲切和深厚的情调 这里被文章感动 老师也想来读一读 大家听一听 啊 雨 我爱恋的雨啊 你一年四季常在我的眼前流动 你给我的生命带来活跃 你给我的感情带来滋润 你给我的思想带来流动 只有在雨中 我才真正感到这世界是活的 是有欢乐和泪水的 但在北方干燥的城市 我们的相逢是多么稀少 只希望 日益增多的绿色 能把你请回我们的生活之中 啊 总是美丽 而使人爱恋的雨啊 听了老师的朗读 你有没有也想试一下 接下来 大家就放声的读一读吧 相信你们一定读得更加动听 动情 完成了学习任务一 那我们现在来看学习任务二 一切景语皆情语 景语是对景物的描摹 情语是对情感的抒发和表达 为了更好地理解 体会 作者的情感 我们要仔细品味 描写景物的相关文字 认真研读 文章二到五自然段 你会发现文中 刺激的雨 更像四个特点鲜明的人 所以我们的任务具体要求是 一 请你结合文章的具体语句 描述四季的雨 在你眼前呈现的形象 从而体悟作者的绵绵情思 二 选择你最喜欢的段落或语句 综合运用前两课中学习的 读出作者的绵绵情思 并说一说你这样朗读的理由 温馨提示 大家可以借助下面的表格来完成此项任务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这里边首先我们要找到文中描写雨的具体语句 然后想象一下雨的形象 再来写一写朗读脚本 至于作者的情思 我们之前已经很清楚地感觉到 作者对雨的喜爱之情 除此之外还有吗 在完成此项任务的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多思考思考 这项任务大家完成得特别好 这里呢 老师选择了一些同学的这个成果 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来看春雨 春雨的这个同学写得特别多 我们分两页来看 先看第一页 他选的具体语句有这些 每一棵树 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 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 而那萌发的叶子 简直就像起伏着一层绿茵茵的波浪 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 比少女的眼泪还娇媚 半空中似乎总挂着透明的水雾的丝帘 牵动着阳光的彩龙镜 形象 清纯娇羞的小姑娘 朗读脚本 特别顿时 简直强调了万物在春雨滋润下的情态 要中毒 少女的眼泪 丝连 彩龙镜等具体可感的玉体也要中毒 唤起读者的联想 与想象 那么这段分析非常好 尤其是春雨的形象 清纯娇羞的小姑娘 特别贴切 不过对于这段文字 老师还想多说几句 在我们刚刚学过的春当中 也有关于春雨的描写 看 像牛毛 像花针 像细丝 秘密的斜肢着 这幅春雨图 大家一定还印象深刻 而本文作者并没有像朱自清先生那样 直接描绘春雨 这里作者抓住的是 树 树枝 叶子 花苞 这些被春雨洗淋的对象 运用比喻你人等修词 写了万物经雨洗淋后的情态 而这种情态 正是春雨给万物带来的变化 间接地写出了春雨的清新 润泽 春雨滋润万物 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对春雨的喜爱之情 也在这文字中流动着 再来看第二页 具体语句 小草似乎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 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 呼吸变得畅快 空气里像有无数方甜的果子 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 朗读脚本 这两句分别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词 复苏的蚯蚓诱惑要中毒 同时沙沙声 方甜的果子 作者又调动听觉和嗅觉 生动地写出春雨的润泽和甜美 要读出作者对春雨的喜爱赞美之情 这段分析也特别好 但老师要特别表扬的是 他在分析的时候 除了关注比喻和拟人的修词之外 还能看到文章所运用的调动听觉和嗅觉的这种写净方法 那其实这篇文章中有很多的写净方法 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归纳一下 再来看下语 这个同学选的语句有这些 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 热烈而又粗犷 这句话选得特别好 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关键词 热烈粗犷夏天的特点已经出来了 花朵怒放着 树叶鼓着浆汁 数不清的杂草争先恐后的成长 而荷叶铺满了荷面 形象青春飞扬的少女 也是特别贴切 朗读脚本 怒放表现了花朵绽放时饱满的姿态 树叶鼓着浆汁 好像绿色满得快要溢出来 争先恐后 表现杂草成长的极切 这些词语要中毒 突出下雨热烈粗犷的特点 那么这一段的分析当中 这个同学能够很敏锐地捕捉到 怒放 鼓着浆汁 争先恐后 这一些动态的描写 那么这些动词又分别写出了 花朵 树叶 杂草等这些夏天生长的这些植物的茂盛 在我们眼前似乎呈现了一个青春飞扬的少女 热烈而张扬 所以整体而言 朗读这部分的时候 语气要更热情 语速也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接下来看秋语 具体语句 语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妇人 显得端庄而又沉静了 语变得更清 也更深情了 水声在屋檐下 水花在窗玻璃上 会陪伴着你的夜梦 形象 端庄沉静的妇人 朗读脚本 端庄沉静是秋语的特点 要中读 两个更字中读 强调秋语之深情 读本段时 语气由热烈转而深情 语速要稍微慢一点 这里老师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 这句话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像出嫁生了孩子的妇人 这个比喻 把自然界无生命的秋语 比作有生命有性情的妇人 是新奇的想象 端庄沉静是秋语的点睛之笔 也正因如此 秋语的形象其实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估计不少同学是从这个形象中 再联想想象春雨下雨和冬雨的形象的吧 最后看冬雨 来看具体语句 它显出一种自然平静 似乎又降临了一种特殊的温暖 那种清冷是柔和的 这雨的精灵 雨的公主 给南国城市和田野带来异常的秘情 形象平和从容的老人 朗读脚本 与下雨的热烈不同 冬雨平静柔和 给人以温暖和密情 朗读本段时 雨气柔和 雨速要较之前舒缓 感情既深沉又饱满 这位同学选起的具体语句很有特点 大家能感觉到吗 这几句都是描写冬雨中的关键句 自然 平静 温暖 柔和 密情 这些词都是直接表现冬雨特点的词语 选得特别准 通过这些词语 冬雨这个平和从容的老人的形象 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现在我们把四季之雨的形象再明晰一下 纵观这四季的雨 春雨化为一个清纯娇羞的小姑娘 朦胧清新 下雨是青春飞扬的少女 热烈张扬 秋雨像一个端庄沉静的妇人 深邃成熟 冬雨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 甜淡 从容 走过了雨的四季 走过了雨的四季 不正像一个人走过了生命的四季 走过少年的智能 走过青年的张狂 走过中年的沉稳 走过老年的平和 人生的四季 人生的四季怎可能一帆风顺 但在作者的笔下 这四季的雨一直是那么美丽 由此 我们透过对雨的热爱 看到的更是作者一颗热爱自然 热爱生命的年轻的心 因而在朗读本文时 我们一定要读出这份热爱 读出这份绵绵情思 那么有没有同学愿意来试一试 读一读呢 来 有请这位同学 你读的是哪部分 老师 我朗读的是春雨 嗯 好 有请 每一棵树 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 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 而那萌发的叶子 简直就像起伏着一层绿蔭的波浪 水珠子 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 呼吸变得畅快 空气里像有无数方田的果子 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 真的 只有这一场雨 才完全去走了冬天 才使世界改变了滋容 声音真好听 清纯的小姑娘 清纯的声音 清纯的雨 读得真好 作者对春雨的喜爱之情 在文字中流淌 更让这位同学用声音传递给了我们 那这里呢 老师还有一点更高的希望 这篇文章 作者刘湛秋是一位诗人 有抒情诗之王之语 本文虽是散文 语言中却处处流露着诗的美感 所以我们能不能读出诗的美感呢 那我们看一下要求 请仿照所给示例 从文中任选一段你喜欢的文字 改写成一首小诗 并运用我们学习的朗读技巧 来读一读吧 我们先来看示例 大家看一下 然后试着读一读 感觉一下有什么不同 这里呢 老师也试着读一读 大家来听一听 当田野染上一层金黄 各种各样的果实 摇着铃铛的时候 雨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妇人 显得端庄而又沉静了 这是原文 看改写之后 我们要读出怎样的感觉 当田野染上一层金黄 各种各样的果实 摇着铃铛 雨 这位出嫁生了孩子的妇人 也显得沉静 也显得沉静 而有端庄 能感觉到吗 文字间这份诗的美感 大家赶紧来试一试 改一改吧 时间有限 这里呢 我们就不一一呈现大家的作品了 所以请大家在课后 把你依据雨的四季 改成的小诗 配上音乐 在你的同学或家人面前朗读一下吧 让他们感受一下你的风采 有条件或有能力的同学 还可以把你的朗读录成音频 或者制成电视散文 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一下 二呢 请你从课外选择一遍 你喜欢的描绘四季的美文 写一份朗读脚本 并录成音频 为参加我以我生宋四季的 单元主题活动做好准备 春雨飘洒着稚嫩 夏雨挥洒着张扬 秋雨流淌着沉思 冬雨滴吟着从容 通过这四季雨之美 我们更感悟到了自然之美 生命之美 最后请大家再次打开课本 大声朗读 读出雨之美 读出雨中情 让这节课在大家的朗朗书声中结束吧 谢谢大家